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 Bala Talk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創世紀裏面有一個很離譜的故事 話說有一個人叫做俄嵐 他娶了他哥哥的老婆嫂子 因為他哥哥在他母后之前已經死跪了 按照遊泰的習俗 要替嫂子領起家去臘酷 但是他替嫂子之間 醉世紀熟悉隥在地 無直接交配 這個某程度上是股市有一個比較有效的天然避孕方法 以前聽說在古哈及已經有最早的病途 但是那些病途的孔很大 基本上只能避孕一個袋子 沒什麼用 所以通常如果你不想真的生出來 就收回來 但是那個結果就是神就說他的避孕行動是邪惡 於是就擊殺了這個人 那個離譜的地方就是 搞錯你也是避孕而已 或者你可能避孕反映了你不想為哥哥生子納後 於是你就要殺死他 這個是不是真的過分了一點呢 有很多人就因為聖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所以就不會去嘗試挑戰這個解釋 或者聖經對俄男的死的審判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些人是更加督信力行的 就會覺得連正常的一些避孕都是錯的 都是不合神心意的 總之你就享受那個性愛的樂趣 然後你就要去生出來 如果不是你也是得罪人神的 如果你真的這樣直解的時候 某程度上都是那個事實 今天你不單是坐胎不對 而且你進一步如果真的要解釋的話 就是連你享受性愛的時候 嘗試不生都是錯的 按照這個解釋的話 大家大部分的教育圖 如果他只是生一兩個兒子 除非他完全跟妻子結婚之後 是沒有享受過性愛 或者很少性愛 否則他理論上 應該是生一個足球隊 才是合神心意 因為他是不應該避孕 或者是不應該帶避孕套 OK 接著再解釋一下 這是不是這麼正常的一件事情 以及為何聖經會去倡導這種 近乎野蠻的一個擊殺行動 這個我們要從幾方面來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這件事件紀錄在創世紀裡面 究竟是一個故事還是歷史的事實 假設大小子死了 然後耳朵去取這個妻子 這件事可能是一個比較公開的事實 他可以考證到 第二就是他取完之後 真的死掉了 這件事也能考證到 但是他在行房的過程當中 究竟是在裡面還是在外面的行動 除非你是躲在床下看他們的洞房 否則理論上 你是不會看得到 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而寫出來的 這是值得懷疑究竟這件事件是一個事實 還是真憑實據 當然你搞完之後 你如果按照那個傳統 是應該的阿叔 是娶過阿嫂來為他立後的這個傳統 即是說當你搞完之後 那個男的一定是不會說出口 而那個女的會不會周到街上爆響 這個可能性仍然存在 但是也可能不存在 當然當假設創世紀 他可能幾百年之後 曾報夢給他聽 就神敢照寫這個 不應該有人知道這麼清楚的事實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似乎 這樣來看 就是有一個既定的事實 兩個既定事實 就是他取了和最後死了 這兩個既定事實 然後猜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他會死於非命 然後就說 因為他為精在地 然後我們就要說 為什麼我相信這個可能 是更加合理 這個就和猶太人的傳統有關 在中國人來說 是很講論上的 而論上的關係就是 如果君君臣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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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这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已经在乱临 但是希伯罗人的传统有点不同 尤其是进入加南之后 他所有的东西是根据地土的权益来决定一切 所以他会有叔叔娶嫂子生B 而B的名份就会落在哥哥的名份 当那个地方没有social welfare的情况下 令嫂子有一个保障 有人会照顾他 由义务性的照顾 同一时间令到地土权益的分配 能够受到一个保障 不会旁落去其他人 假如阿嫂改嫁去其他地方 会旁落 但同一时间会有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对于要去盈取 第一要养多个人 第二要养多个地 而最后的结果 至少有十多年时间 等B长大了之后 你才能够再养多个地 但同一时间 那个reward又不是给你 因为你又要分出去 所以纯粹是一个义务性 是没有什么好处 当进入了加南地 有这个情况之后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那个阿叔 而你又要娶个阿嫂 大部分的时候 那些阿嫂都已经是 有少少人路之王 因为你都死鬼了 你想想时间有多长 再加上以前的人 不会保鲜期 那么长 这样 你就突然间 你会取一块猪扒 然后你又要让他 督眼督鼻 然后你还要义务 加上那块田 然后最后那块田 又给别人 那你就很笨 所以大部分人 如果有得选择 他都不会来 去娶个阿嫂 那怎样能够 去encourage 这一件事 同一时间 甚至乎 去discourage 那些人 去不去 接那个阿嫂 和生子立后 最好 就是说 祖宗遗憾 祖宗的教导 是什么 就是 之前有个人 去 迎娶了个阿嫂 但是 就未能够 生到个儿子 结果 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罪神 这个故事 其实 我相信 是有了 成文律法 去保障 地土的权益 的时候 然后追溯 过去的故事 来去 emphasize 举头三尺有神明 如果你是阿嫂 的时候 你就有本分 来去取 你这个本分 是所有乡亲父母都 honor 但是 如果你dischonor 这件事 你小心 甚至会击杀你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囊乱料的故事 或者是说大话 会脱大牙 去嚇吓死小孩 我以前都 怕过 真的会脱大牙 最后大个当然不相信 但是在古时候 没有一个 科学的世界里面 这个 的而且是有一个 阻吓性 令到地土的权益 受到保障 而孤儿寡妇 受到保障 所以 这个 我相信 是Moro Oles 是更加贴近 这个故事 想带出来的 信息和原因 有阻吓性 还有 未必 我说未必 当然 可能是 未必是历史的全面事实 但是 故事 摆在圣经里 对于当时的 当时的意思 不是创世纪 是以后 有地土 进入了加南 而未被老 赶出加南之前 那群意识的人 是有一个 很大的意义在上面 亦是为何要流传 和重要的事实 当然 现在 我们不在意义 这个地土的关注度的时候 亦有一个政府去 维细所有事情 法治各方面的时候 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当然就不会明白 和觉得 搞错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